藝人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海晴一出生就很正常 很肥、很乖、很容易臭 但到大约两岁 发觉它不太会说话 單字或者不懂得表達 就算教她說爸爸媽媽 她好像不太認識她 結果初時不是憑她自閉症 但只叫做發展遲緩 我們當時也對這件事 不太了解 太清楚 所以沒有特別不開心 就一直去找找有甚麼方法 或者有甚麼可以做 讀書能否讀得到 哪些機構可以幫到她 就開始這條路 電影《黃金花》叫好叫座 令不少人再度關注自閉及中度智障人士的問題 其實社會上有不少人對她們都有很大的誤解 其實大家只要走多一小步 認真地認識她們 大家就會發現她們可愛的另一面 就像這次訪問的主角 中度智障及自閉學童楊凱晴 她獨特的畫工獲得不少人欣賞 大概八歲到六七八歲 她有很多元化的 她是在自閉症的人士來說 她都比較容易臭 老師告訴我 因為如果她不開心 或是懵惰的時候 就有很多東西可以哄她 例如她給她一張筆 給她畫畫畫 給她圖片去砌 就看她畫畫畫 挺有趣 又看見好像有意思 而且她喜歡迪士尼的公主 一路畫一路畫 都是畫開公主 看見她也挺似無似樣 一路就給她畫 但其實她畫公主就畫了很久了 八九歲開始少少少少畫 十歲有時有時間的時候 她就拿紙筆來畫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留意 只不過我覺得挺有趣 有時會跟老師分享一下 不會覺得她是天才 很有天分 只不過覺得她是有興趣去畫畫 她喜歡甚麼就畫在紙上 她覺得她有那麼厲害 她說一個很明顯 真的會怎樣 她就完全有雖 passed 她就算不見了 她在紙上 她是女兒 她是一個女生 我她很想不見 她是女生